本地研討會 本地研討會主辦單位為 臺灣人權文化協會 及臺灣光環中國人權聯盟 並由臺灣北社 臺灣人志樂部 海洋資深傳播協會 萬能商會社為習慣單位 現在讓我們掌聲歡迎 楊憲宏理事長 臺灣光環中國人權聯盟 以及臺灣大手懷學院 縣民養院長為我們進行開幕 及邁名詞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場 臺灣光環聯盟 立法山國青聯盟 好位 為了方言 我用法國運動 廢話令我用北京法國 臺灣光環中國人權聯盟 跟臺灣人權 協會共同主辦這一場 的目的 是要把 臺灣的老中青三代 因為35年 已經 是三個世代加一半 所以不同世代 關心臺灣的民眾 在這一場裡頭 我們共同要研討的是 如何活用 臺灣關心法 臺灣關心法 不是用來說的 談的 是用的 談現在最危險的狀況 是 就是蠻有總統 如果跟習近平 要簽署任何政治協議 或是軍事 所謂的互信協議的話 等於承認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等於是 建立好臺灣的軍 談關心法是 美國國內黨 他要保護臺灣人民的安全 可是如果臺灣人民去跟 最大的威脅的國家 說我們跟你是在一起 那臺灣關心法又沒有用 大家要認識到 中共現在一直在催促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今天的研討會裡頭 我們也會分析 鄧小平在過世之前 最後留下的一個文件 是廢法 他認為解決臺灣關係法 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最重要的關鍵 要把臺灣關係法廢掉 當時鄧小平的文件非常清楚寫 要廢掉臺灣關係 過去到我們警察之前 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到美國去拉筆 所以今天我們也會談到 不久之前 還有美國人學者 發表 Say Goodbye to Taiwan 他們說 記臺論 這個其實都是要把臺灣關係法 把它毀滅掉 可是呢 到了習近平開始 他這一部分的工作 他就有失敗的 不做 他另外做的是 開始收買臺灣人 想要再過幾年以後 有臺灣人自己講說 臺灣關係法我們不需要 今天這個會 我們正式的向習近平 跟馬英九回應 臺灣關係法 是臺灣未來保護 所有的人民 老東京三代保護臺灣 的最重要的一個法律 今年3月14號 今年3月14號 美國的國會 眾議員 Alois 以及其他十個共和黨部 民主黨的眾議員 他們共同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們宣布對臺灣關係法的 進一步步的時候 他們譴責 國務院行政部門 不履行臺灣關係法 13年來不賣潛水停給臺灣 他們甚至也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在最近的 西太平洋軍事聯合演習的時候 邀請了中國 跟美國一起去演習 這是違反臺灣關係法的 依照臺灣關係法 美國在這個區域的任何軍事演習 應該邀請臺灣 這個話都講出來 他們也不認為 過去35年這樣觀察下來 美國的政策 根本就不是中國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眾議員 叫做Christmas 他直接講 他認為美國執行是一中一台 不是一個中國 所以這一切的變考 我們都要非常仔細的觀察 我們今天這一場 我們除了也會非常清楚的 跟美國的這一場 3月14號這一場 表示回應以及肯定 甚至於我認為 大家要不要忘記 誰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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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台灣人是知道怎麼感恩 感謝人的 我們應該今天 我建議所有集體 參與這場會議的朋友 都向美國國會 這一群有正義感的 保護台灣的這些人 來告訴他們說 我們非常謝謝他 在這個下午的時候 我們會 我主持那場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做 那今天我們擺在外面 有一個 是 合和道 我們擺在外面 有一個簽名 就是我們簽名 表示對3月14號 美國國會的這場聽見會 我們表示感謝 也可以把各位的名字簽上去 這個示牌在外面可以簽名的 那 這是一個 如何 達到 今年318學院的時候 學生所喊的 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這就是一場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 最重要的一個會議 謝謝大家 謝謝楊理事長 現在我們有請台灣大學保育學院 現場院長的致詞 楊教宏理事長 還有台灣人權文化學會 謝謝楊理事長 還有我們以前副同胖 還有吳釗憲理事長 許同信教授 還有陳文正教授 還有來自很多國家 包括 這個韓國歐洲 法國莫斯科 在台語的代表 大家 找 還有這位 很愉快的各位來賓 大家找 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政府 斷交之後 要取代這個 中華民國的 共同胖運 這個條例 美國 這個卡特文在1979年 4月10號所簽署 那現在已經35週年了 那在這個35週年的時候 台湾人權化學會 跟台灣 萬華動國人權聯盟 在這個時候 都選擇在台大法律學院 來舉辦這個研討會 邀請重量級的學者 共同來探討 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的安全 還有明日安保 還有台灣的國際地位 還有台灣的簽署 等等 這些重要的議題 實在是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那台灣關係法 最重要的目的 在於 維繫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並且確保台灣跟西太平洋的安全和肯定 那前幾天 我特別花了一些時間 我剛才楊主席長所講的 美國在今年3月14號 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台灣關係法經證會上面 這些錄影的紀錄 那我自此細細的看完之後 這裡頭呢 提到許許多多的問題 包括在國防上面 說台灣 作為這個戰鬥骨幹的這個 戰鬥機群 最早服役的是1965年 1965年 那 這個 中國 現在揚指台灣的這個導彈 已經達到 一千六百倍 但是台灣 花在軍事上面的這個經費 卻是少於 一百一十億美金 以每個人 平均的花費來講 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 就平均的GDP來講 台灣在國防上 它會只有美國的國防預算 只有美國的一半 台灣只有花 這個GDP的這個 百分之三 在國防技術上面 那這個百分之三 還包括 給饒民的福利分合 那中國 的國防預算 則是成兩位數的成長 而且它開始 興建第二艘航空母艦 同時在東中國海 設置這個 航空識別區 那 因此 美國 不止是 要對台灣 提供必要的 防疫性的武器 而且 這些 國會議員們 更積極的 要求 美國行政部門 要支持台灣 這個 維持 並且擴展台灣的 外交空間 那 美國的國會 也很重視行政部門 到底是不是 採取了具體的 有效的措施 來協助台灣 採取國際行政部門 而且 強調 台灣跟中國 的任何的改變 不能跟中國 來決定 那在政經政部門上 很多國會議員 也關心到 陳前總統 是否 可以得到 人道的待遇 跟人道的解釋 他們認為 民主運作 議場 其中的一個警訊 就是 這個國家的前任 中共 變換在那裡頭 那 這個 美國 跟 中華民國政府 斷交之後 台灣關係法 相當程度的 確保了 台灣人民的 安全 維繫了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也確保了 台灣跟美國的 共同的價值 雖然如此 美國的國會議員們 在聽證會上 仍然認為 美國行政部門 所做的 尚不足以 滿足台灣關係法的精神 那上面有這樣的深刻環境 那我們也同樣的 要反問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所做的 是否有足以 表現出 我們自己 保衛自己 國家安全 堅持民主核心價值的決心 那 相信 上面的這些問題 透過今天的研討會 會更清楚地 出現出來 並且 有非常深處的討論 那最後呢 祝今天的研討會 順利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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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主辦單位 臺灣關排 中國人權聯盟 兩回事長 各位 委會的主角者 還有參議會 各位朋友 首先 我要恭喜主辦單位 能夠有這麼多的人 男女老少 關心臺灣前途 該來的都來 關心臺灣前途 關心臺灣前途 也有八個國家的駐臺世界 歡迎你們來聆聽 臺灣人民的聲音 對我來講 也特別感到有意義 因為三十五年前 發生的事情 我也犯了一個小小的獎勝 臺灣關心法是 1979年4月10號 時候 由美國總統 尤尼康克爾 正式簽署 回溯到當年的一月生效 因為1979年的元旦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式和美利堅合眾國 建立邦交 換句話講 美利堅合眾國 過去所承認在台北的 中華民國 就失去了邦交國的身份 因為卡特總統 做這樣的 並以外交的過程 美國的國會 瞭解不夠 因此 群情奮機 在很多位 非常支持臺灣的 國會議員 特別代表的 並不如是 雷斯特洛克爾的主導之下 快速地在二月份 跟三月份 就可以完成 臺灣關係法 把原先 以及他的 所提送的 臺灣、中國法 完全更改 在此之前 其實是 1978年的 12月16日 我是早上九點鐘 鄧小平 中國領導人 跟特總統 同步宣布 將於1979年1月1號 雙方正式建設 78年12月16日那一天 是 臺灣非常認真 來競選 中央五選一代表的時候 國人是 國大代表的候選人 在這個競選過程 我的主題 講的就是 美國即將與臺灣斷交 臺灣的前途 面臨空前的國際 那麼奇怪的是 對別人來講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可能性 在那個時候還戒嚴投資 沒有資的自由 媒體也沒有報導的自由 當時的外交部長 還到電話院應勢的時候 還在宣布說 中美關係非常地往復 這個監控 我負責 絕對不會完全 我當時在哈佛 列出 我研究的就是 美國人和中國關係 我非常地擔心 也了解到 美國要跟臺灣過來講 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放棄了 繼續公布學位的機會 在講選舉 決定為臺灣 那這場選舉當中 從我到來 就是臺灣問題 也出版了臺灣的過去未來 這段話有什麼意思 有 各位在看臺灣關係法 我們今天有一整天的研討 我昨天也花了一整天 拜過完 所以我們都非常地敬佩 在不同的角度 深入了 否則 探討臺灣關係法 對臺灣的異敵 可是我們還是要對當時的 國立外求是跟今天 以及未來的共同 才能夠對臺灣關係法 有其他地方 比較創新的實惠 當時主政的是一黨專制的國民黨 國民黨開口閉口 反攻大陸 開口閉口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那個時候 即使美國知道 臺灣應該是自由的 臺灣應該是民主的象徵 可是所聽到的 有聲音都是講 臺灣跟中國是要同意的 也就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所以即使臺灣關係法 它還是跟三個公報連結在一起 這三個公報就是什麼 大家知道先是上個公報 然後是建教公報 後來還有八一七公報 因為當時中國的統治者 很多的聲調 幾乎跟東南海有太大的差別 我想這混淆的事情 所以臺灣關係法 加上三個公報 就因此給我們留下幾個陷阱 在中文版的公報宣言 非常明確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 中國只有一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解決臺灣問題 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美國有小心 所以聞了一個文字母說 美國承認 美國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但是 用另外一個字 Economics 美國認識到 中國人的主張是 中國只有一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 中文版 可完全不甩你 這個trick 全部又認識到 那麼 美國政府 它的領導也是四年一輪 也真的完全提倡 當時的用詞 和用詞 所以在 Economics 和 Recognize 之間 所以我們經常要把 公職的一張 一個陷阱 第二個 很重要的是 臺灣國安規法 延續的三個公報 是說 臺灣的問題 應該由 海峽兩岸的人民 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糟糕了 我最近打了一個 國安市民 敗訴 我非常不服 就是 新北市 反核市的功能 因為 新北市擁有 三座核電廠 我認為新北市民 生命財產 令您最迫切的威脅 所以要不要 新建核市場 當然新北市民 給它優先的 正當防衛權 但是 並稱馬英九總統 全國公投地址 選政法院認定 這是全國公投 這讓我擔心 昨天 真的 根據 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 台灣前途 要與 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 一起來解決的話 我想他們死定了 所以 來講台灣關係法的時候 要記住 它的主張 是 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 都認為 不對 台灣問題 要與 兩岸 中國人 去解決 我今天為這個問題 跟當時 潮民者 他已經過世了 我管他的名字 我們撕掉比較深 我問他說 你這裡面 有沒有 也是隱藏的 文字謀障 你說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 他說對啊 因為國民黨都是這樣子 當然共產黨也是這樣子 我說 台灣歷史 我說如果我們台灣人 不承認我們是中國人的話 是不是就擺脫這一點 他就跟我點頭 他說 其實 為這句話 我們內部 斟酌了很久 我就是用這句話 幫我看 各位聽清楚 當講海峽兩岸的 中國人的時候 我畢竟很大聲的回應 我們不屬於 上海公告裡面 兩岸的中國人 我們找出我們的 國家認同 是很重要 不過第三個陷阱跟危險 就是他說 台灣問題應該 應該和平解決 台灣攻擊法制定的目的 也是確保台灣人民 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解決問題 聽起來很好聽 糟糕了 2005年 當台灣還沒有意會 和平 這兩個字的魔杖的時候 北京通過 反分裂國家 我講 我讀完反分裂國家法 以後 第一個感覺說 反分裂國家法 就是北京版的 台灣關係法 當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 是來規範 在沒有正式的邦交之下 如何持續維護 美國跟台灣的種種實質關係 北京版的反分裂國家法 它是講的 中國只有一個 台灣跟大陸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和平統一是國家的終極目標 那麼其實也是界定了 北京演中 台灣關係的演技 兩大部分 一部分 它就承綠了所謂和平 所以它施定了第七條 第八條 有步驟 有方法 有目標 講得一清二楚 是兩岸如何透過經濟、文化、人民等等 最後是政治跟軍事來達成國家統一 和平其實就是統一 很多人因為看到和平兩個字很大聲 很小 就忘掉我們是統一 真的是一步一腳印跟著它走下去 它最後一條規定說 如果台灣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有事實證明台灣要脫離中國等等的時候 那麼國務院就可以有權力發動武力來鎮壓台灣 讓我們看到說 從華府的台灣關係 出現了北京版的台灣關係 可以是這樣的結論 我們今天的研討會 很多中修的學者 都會詳細跟大家 來回敬我們台灣關係法的內涵 我要強調的是 在我們期待日本 跟加拿大 或者其他的國家 也能夠有台灣關係法 以前 要嚴肅看待北京版的台灣關係法 它裡面是怎麼樣的包場 或是一步一腳印來奔吞台灣 那這就是和平兩個字 而造成的許多的陷阱 這裡面我想特別想說 台灣關係法的性質 我知道校園會有很深入的研討 我很簡單的覺得 本來美力堅合作國跟中華民國有正式的邦交 直到1979年的1月1號 那麼一系之間 中華民國就沒有失去國家的主權地位 至少在美國立場 所以是沒有放假的 那麼同時也否定它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不過同時 因為中美共同防疫條約也提前一年的廢止 可是由於中台灣關係法 經過參眾兩院的聯繫審議 通過經過美國總統的簽署回溯聲響 所以由台灣關係法 其實由已經降下的台灣地位往上提升 變成一個準國家 準邦交國甚至準馬盟國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裡面有很多的條文 是否還是要維繫跟台灣人民 對台灣當局的種種實質 所以我們可以說 台灣關係法反映的是 至少以法國為主的台灣身份 國際地位 那麼因此 我們國人在享受 或者是在 的確是某種程度是享受 台灣關係法所給予我們的讓利方便之下 我們漸漸地安移 變成一個準國家的身份 這也是另外一個陷阱 當我們在談論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的時候 我們要想 那是1970年代的產物 經過35年 難道一成不變都不必要修改嗎 如果我們有資格 有機會 有需要 我們應該做這樣的修改 今年3月14號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關心台灣前途的各黨議員 的確對美國行政部門承諾 台灣關係法的實踐 有的聽眾會 我覺得也是很仔細把它讀完 另外我們很欣慰 在他們的口中 台灣是一個我們換生 沒有講負面的 認為我們這樣的轉型 這樣的和平關係 我們自己 覺得是很好的成功能力 我們感到欣慰 第二個 能夠去發援的 當然就是關心台灣前途的 這些人 他們這樣關心台灣 我覺得很感動 也應該很感謝 不過我要講第三點 其實我們不玩的時候 我是有點失望 我最失望的是 國務院的助理副國務卿 他很多是逃避現實 很多是實問虛擋 但是更重要的是 即使關心我們的國會員 我感覺他們並不正確了解 台灣當前的情勢 以及當前的危機 因為大家都喊和平 不曉得說 在和平的煙幕之下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已經在台灣 進行和平統一台灣 所以危機這個陷阱 這個煙幕 我們自己都不可以接觸 我們能夠怪罪說 遠在太平環一邊的美國 不會一遠遠不解 已經用多年間的苦流來參加 參與學運的時候 你們的正義之聲 不只喚醒了台灣的人民 也讓全世界耳朵清涼 準備再聽 台灣有聲音 你們的聲音不是要做中國人 但是下一步 你們怎麼樣救自己的國家 並沒有進步的訓示 也許今天的研討會 會給大家更多訓示 但是我特別要講的是 當我們來深刻關閃 檢討台灣關係法 三十五年代 對台灣的影響的時候 也一樣不要掉入一個陷阱 以為只要繼續有台灣關係法 我們就安全了 我們的日子就好過 錯了 因為台灣關係法 當時致電的情境 跟現在非常大部分 我們來進一步 來新的思維 台灣如果不要只是准國家 如果不是准邦交 或是准無霸 我們應該進一步 怎麼樣來脫胎 我想他們必須先聽到我們的聲音 才會開始認真看待已經發生的問題 今天臺灣最大的危機 五個人的看法是 危機當前很多人還不知道 有什麼危機 美國人都說水雞 水雞很要人生 用冷水開始把他麻煞機 然後問家溫 他覺得很舒服 等他們覺得不得要的時候 手腳都燙熟了 朝遠都不要 因為很多人已經陷入水雞的陷阱 更重要的是 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而且好像越來越多 包括藍綠 錯把敵人當貴人 大家就懂的意思 把敵人當貴人 爭相拜訪 爭相招待 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影響 如果用臺灣關心法看起來 那不是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選擇要統一了嗎 我臺灣關心法應該可以廢止 請記住我這個警告的嚴重心 我們要知道 我們如果可以不要臺灣關心法 而總辦全世界受人尊敬 而不受任何人欺負 這才是我們真正獨立自主的天 和平和平 多少錯誤 假如之母而行之 有見於此 我們跟很多人 包括今天的主辦單位 吳先生、理事長等等 在座演很多學者 我們現在希望為臺灣脫胎放股 希望為臺灣開上另外一個條文 我們臺灣存在的意義在哪裡 甲午戰爭的時候 我們是變成忌平 甲午牽制戰爭 臺灣末尾局要被日本殖遺50年 所以如果要佔領臺灣 是要反親父 蔣介石來臺灣 也是需要殺豬拔馬 美國照顧臺灣 也需要放過 臺灣一直是被利用的棋子 臺灣不是為臺灣來存在 但是四百年來很幸福 很富裕 最受教育 經常出國 最有國際觀 就是我們這大 尤其我們年輕的朋友 你們加上網路無網佛建的回憶 你們一定要下天結晶 比我們這一代更有志氣 哪怕你們不需要吃我們這麼苦 包括做哪個苦 但是你們要有志氣 不能把臺灣混在你的手裡 而且要讓臺灣走出一個新的活動 東方的瑞士和平中立化臺灣 才能夠徹底讓臺灣脫胎化 和平給他一個新意 不是和平被脫 而是和平而中立 人不放老 我不犯人 我們有獨立自主的博德 我們願意把臺灣最優良的各種價值 分享全世界 謝謝 祝你們 今天很忙的我們現場 我們有為基督教人口教會 以及恆起臺灣復兵會的高居民牧師 也來到現場 那我們是不是也請高院師 讓我們講幾句話 親愛的副總統 以及親愛的臺灣政經濟的軍務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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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年前 去臺灣 帶允業的時 經濟高會 倫富他 上來給我們 這些人權 和各種漁 來支到臺灣 願改來請作一個 新的動力的國家 和各種漁民的民主黨 和各種漁民的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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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來通級 拉臺灣 和各種漁民的軍務 和各者 和各種漁民的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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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個新國土地的國家 美國也要支持 也要贊成 所以聽到一種消息 我很開心 總是今天這個臺灣名字是很複雜 有的政客一直用很多的方法 要出賣臺灣人的金管和公義給中國 臺灣是臺灣 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臺灣的政党 我們今天在座每個人都有接種 所以我真感謝 太陽會 韓文的這些成年 因人生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安全 為了臺灣的政党 壓奮 主要臺灣的政党 壓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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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正的政客的這個態度 所以我很很開心 讓臺灣有這個勇敢 還有地匯的成效 今天我們代表 郭鴻民的臺灣人 我們的政治貴賓 無相關 我們的全軍貴賓 也無相關 總是我們有這樣的心情 主要臺灣 主要臺灣 建設臺灣 會強制世界最美麗 最優秀的民主發展的國家 所以今天是 讓臺灣的臺灣來勇敢 來勇敢來勇敢在臺灣的臺灣 臺灣 主要臺灣來發展 我臺灣今天是 讓臺灣的臺灣 臺灣要來勇敢來勇敢的 這款的方向來勇敢進步 臺灣 會比起來我們每一個人 共同的一個 真美麗的目標 讓臺灣比起來 正常的這個 有資管 有中央的一個 美麗的國家來講的 就全英國的建議 更好聽 如副總統一見有說 他們不夠了 他們不夠了 在基督黨人相信的 相信的裡面 好聽以前 這些台灣的 政治 公德 公選 那些國家才能享受 所以不然今天是 人對國民來代表 這個政治的誰 公共的誰 讓台灣運營的民主發展自由的國家來進行 感謝大家